各位好,欢迎收看这一时段的热顶背景 来看一下内容提要 习近平恶法发威 德籍华人在中国旅游的时候被遭逼供 何立峰告诉耶伦 间谍气球破坏了中美的共识 北京反腐新招 皆贪官家仇,搞臭家属 中共破坏国际规矩 俄国运动员罕见的参加亚运会 纽约时报表示 习近平和普京的兄弟情已经见顶 来看一下具体的信息 来自德国之声的报道说 德国的一间叫做纠正的调查新闻媒体报道说 一名拥有德国国籍的年轻华裔男子 不久之前在中国旅游的时候 遭到了中国警方施压 迫使其提供了对中国政府持批评态度的 在德国的华人的信息 目前德国的安全机关已经介入了此事件的调查当中 报道指出化名为埃里克斯的德籍华人 不久之前抵达了中国某地的一个机场的时候 被警方请入了一个小房间 并且被问到是否在德国参加过抨击中国政府的集会游行示威活动 起初的时候他予以了否认 但是后来警方拿出了显示埃里克斯在场的现场的照片 因此不得不予以承认 埃里克斯表示他们后来还非常直接的问到 谁是示威的组织者 参加者还有谁 参加者有何相貌特征 他们尤其关心参加者的姓名 埃里克斯表示审问持续了好几个小时 他在饥渴和恐惧当中忍受警方的吼叫 不知何时他终于崩溃了 所以他提供了两名他认识的示威者的假名字 这时候警察满意的点了点头 然后让他在审问笔录以及一份道歉书上按上了指印 目前埃里克斯已经重新回到了德国 这件名叫纠正的调查新闻媒体和这名德基华人交谈过多次 查看过其提供的照片以及聊天记录 判定其叙述的基本属实 聊天记录还显示在机场审问他的警察 事后还要求他继续的提供信息 根据这件调查新闻媒体所掌握的信息 德国的安全机关已经介入了此事 如果中国当局被证实 确实曾经向德国公民施压 要求提供其他德国人的信息 本已经紧张的德中关系将进一步的受到影响 报道说目前德国的联邦议会的民主党团 外交事务发言人莱希特 以及联盟党团的议会外交委员会的副主席哈尔特 已经要求德国外交部就此事发布中国旅行警示 德国外交部则发表声明表示 拥有中国血统的德国公民也一样享有领事保护权利 至于加入德国籍的华人的德国公民身份 是否不被中方承认 外交部对此并不知情 另外德国外交部的声明当中还表示 此前已经有案例显示 中方在面对加入外国籍的华人的时候 并不完全遵守国际法的义务 德国外交部并没有提到 是否会更新中国旅行警告的信息 而美国国务院在几天之前 就前往中国大陆的旅行发布了安全警示 呼吁美国公民在动身前应该考虑到 当地法律肆意执行导致的无法离开中国 非法拘捕等些风险 中国当局对旅居海外的中国公民或者是华人施压 早已经有了不少的先例 就在今年三月份的时候 德国之声以及德国的这间名叫纠正的调查 新闻媒体曾经合作调查揭露 在德国留学的中国学生受到了中国政府的严格的控制 尤其是得到中国留学基金委奖学金的留学生 中国留学基金委的奖学金生必须要事先签署相关的协议 承诺不得从事有损祖国利益与安全的活动 他们有义务经常向中国大使馆汇报情况 违反协议者可能遭到处罚 一名自己也签署了中国留学基金委协议的年轻人表示 自己绝对不敢在德国参加示威活动 因为中国使领馆会做出非常严厉的反应 而其他的五名中国学生在谈话时同样流露出了 对于中国政府监控的恐惧 好再来看一下何立峰告诉耶伦 间谍气球破坏了中美共识 来自香港媒体报道说美国财长耶伦继续在中国的行程 7月8号的时候会晤了中国国务院的副总理何立峰 中共的官方媒体新华社形容双方的交流深入坦诚与务实 中方表达了对美方对华制裁限制措施的关切 根据法新社的报道说 何立峰在会上还谈及了气球风波 他指意外事件令落实中美元首共识出现了问题 对此感到遗憾 中共的官方媒体新华社在7月8号的时候报道说 双方围绕着落实中美元首巴厘岛会晤重要共识 就两国和世界经济金融形势 合作应对全球共同挑战等进行了深入坦诚务实的交流 会谈具有建设性 中方认为泛化国家安全不利于正常经贸往来 中方表达了对美方对华制裁限制措施的关切 中美双方同意就应对全球性的挑战加强沟通与合作 双方同意继续保持交流互动 另外法新社的报道说 何立峰在会上表示 由于一些意外事件例如是牵涉到飞艇的事件 令落实两国元首在2022年峰会上达成的共识 处理一些问题 在这次风波当中 美国2月份的时候指控中国间谍气球飞入了美国领空 中方则强调是民用的无人飞艇 因不可抗力误入了美国的领空 纯属意外偶发事件批评美方炒作 而来自路特社的报道说 叶伦在会上就美国限制对华输出科技进行了解释 他指两国政府不应该让这类的分歧 破坏蓬勃发展的经济和金融关系 另外他还表示我们还面临重要的全球挑战 例如新兴市场和发展中国家的战务困境 以及气候变化 他也表示我们对自己的经济和其他国家都有合作的责任 而路特社在同一天稍早的时候也报道说 叶伦在会上谈到了美国中国 作为世界上最大的两个经济体 必须公平竞争并且密切的沟通以避免误解 叶伦表示2022年美中双边贸易仍然创了新高 显示我们的公司有足够的空间参与贸易和投资 他称重要的是继续在共同感兴趣的领域 以及分歧领域上展开讨论 他认为鉴于复杂的全球前景 美国与中国有迫切需要密切沟通 好再来看一下北京反腐新招皆贪官的家仇 搞臭亲属 来自雅虎新闻的报道说 中国甘肃的平良的原常务副市长黄继宗 先前因为敛财而遭到了处罚 其妻子于改香也凭借着丈夫的权势 嚣张跋扈 时常不高兴就甩亲戚耳光 甚至还当着黄继宗的面 拿水倒在了婆婆的头上 就连交警要开罚单 他就在大街上直接把钱甩在了交警的脸上 这是根据中国的媒体报道指出 中国纪检部门近日推出了警示教育篇 加风之商 曝光了甘肃的平良原常务副市长黄继宗 其妻子于改香的种种恶行 原本这对夫妻都正常工作 但是直到2006年 黄继宗在一次升官选拔的机会当中落败之后 于改香将丈夫落选的原因归咎于自家并没有向高层送钱 因此就萌生了做生意赚钱送礼的想法 而在2008年黄继宗晋升为沁阳市的副市长 开始将一些权力明码交易 透过私人职务的便利承揽项目 先后89次收受45名商人所送的款物 折合人民币1800余万元 于改香也因为丈夫的关系顺利的开办了石油公司 透过给油田打警队提供泥浆料 第一年就挣了120万元 这时候黄继宗又给予协助 甚至出面帮忙拉关系 让全家族的事业遍布整个油田 短短四年就获利人民币1400多万元 该警视频还说 而就在一切顺风顺水的时候 于改香变得嚣张跋扈 甚至成为了青阳人口中的余姐 有一次于改香所做的车辆 因为拦阻了交通就遭到了交警开罚 而于改香见状之后就从酒店冲了出来 直接甩一打钞票在交警的脸上 直言把这些钱拿回去给你们大队长 我很忙 以后我的车就不要贴了 面对妻子的嚣张跋扈 持身不正的黄继宗选择无底线的忍让 而这反而让于改香愈发恶劣 对黄继宗的兄弟姐妹司机和身边的老板张口就骂 后来在骂人不过瘾的情况之下 又开始动手打人 黄继宗的兄弟姐妹基本上都被打过 就连黄继宗本人也是受害者 于改香总是不分地点长河的说打就打 说踢就踢 夸张的是在一次家庭聚会当中 于改香因为婆婆没有喝她敬的酒 一怒之下竟当着黄继宗的面 将一杯水从婆婆的头上浇了下来 黄继宗却敢怒而不敢言 当时就有人直言 黄继宗要是出事 原因一定是出在他老婆的身上 该警视频还说 黄继宗曾任沁阳市的副市长 甘肃省平良市的市委常委 常务副市长等多个职务 2020年5月份的时候 经甘肃省纪委常委会议 既该省的省监委委务会审议 并且报甘肃省委批准 决定基于黄继宗开除党籍 开除公职的双海处分 收缴其违法违纪所得 2022年3月16号的时候 黄继宗遭判有期徒刑12年 并处罚金人民币100万元 好再来看一下中共坏国际规矩 让俄国运动员参加杭州亚运会 来自法国的信息表示 亚运会的组织者在星期六 也就是7月8号的时候宣布 俄罗斯和白俄罗斯的运动员 将在中立旗帜之下 以个人的身份参加定于 9月份在中国举行的亚运会 尽管这两个国家都不是亚洲国家 而且俄罗斯正在侵略乌克兰 来自法新社的报道说 亚洲奥林匹克理事会大会 7月8号在曼谷举行会议 授权来自俄罗斯和白俄罗斯 最多不超过500名的运动员 参加将在中国举行的下一届的亚运会 但是亚洲理事会对这一授权附加了几个条件 亚洲理事会的总干事侯赛因穆萨拉姆 在大会批准该动议之前就表示说 我们建议允许俄罗斯和白俄罗斯的个人运动员 我说的是个人运动员 500个名额作为个人运动员 在中立旗帜下参加比赛 法新社的报道表示 这些运动员将没有资格获得奖牌 2022年2月份俄罗斯入侵乌克兰之后 俄罗斯运动员和支持其侵略的白俄罗斯的运动员 都被排除在了许多国际体育赛事之外 后来他们被允许在某些条件的约束之下 再一次的参加比赛 今年3月28号的时候 国际奥林匹克委员会建议 俄罗斯和白俄罗斯的运动员 重返国际体育比赛 但是没有裁定他们是否可以参加巴黎的奥运会 国际奥委会对这两个国家的运动员参加比赛提出了几个条件 在中立的旗帜下 以个人的名义参加 不与俄罗斯军队或安全部门签订合同 没有支持俄罗斯侵略乌克兰战争 亚奥理事会的总干事侯赛因穆萨拉姆还强调 9月底在杭州举行的亚运会 将不邀请俄罗斯和白俄罗斯的政治人士参加 而且这两个国家的标志也将被禁止使用 亚运会原定于2022年举行 但是由于中国实施严格的冠状病毒清零政策而被推迟了一年 俄罗斯对乌克兰的入侵受到了国际社会很大一部分国家的谴责 包括了许多的欧洲国家 此外7月8号在曼谷的亚洲奥林匹克理事会上 中国的哈尔滨被选为了2025年冬季亚运会的主办城市 好 再来看一下来自纽约时报的评论文章说 习近平和普京的兄弟情可能已经见顶 纽约时报的文章表示 十年前当习近平登上中国权力之巅 他将普京视为一位与自己一样 对西方主导的国际体系怀有敌意的强势领导人 他们都对自身统治所面临的威胁风声鹤唳 并且就控制国内局势 让世界容忍他们的独裁冲动的最佳手段进行交流 习近平称普京是自己最好最亲密的朋友 而在瓦格纳事件之后 习近平压在这位俄罗斯领导人身上的赌注 看起来不是那么的稳妥了 上个月俄罗斯灾难性的战争努力 在瓦格纳集团准军事首领普利哥金发动的流产叛乱当中达到了高潮 暴露了普京领导下的俄罗斯的本质 文章说这是一个与中国接壤实力被削弱且局势难以预测的核国家 其受挫的领导人已经无法保证能够长久的掌权 文章说习近平没有办法彻底的抛弃普京 他在这段关系上投入了太多 而且俄罗斯对中国仍然有用 但他们在西方引起如此多担忧的兄弟情可能已经到顶了 如果习近平想要实现在全球范围之内赶超美国的战略目标 他必须考虑到普京的脆弱 重新调整自己的外交策略 这可能意味着中国会更有力的支持结束这场对普京造成严重打击的战争 并可能对美国和台湾采取对抗降级的做法 文章说有迹象表明 习近平与普京的友好关系可能已经降温 中方对瓦格纳事件的回应十分的克制 只称之为内部事物 但是中共的官方媒体似乎对此次的未遂兵变流露出了不安的态度 现在开出一张力挺普京的空白支票 对习近平来说没有好处 这种做法可能会招致中国国内对习近平外交策略判断力的质疑 如果普京进一步的受挫 这种质疑可能只会加剧 文章说中国可能要被迫调整其在乌克兰战场的立场 到目前为止虽然发出了并无诚意的和平呼吁 中国依然以阻止北约扩张或西方挑衅为由 将这场战争正当化 为俄罗斯带来重要的外交掩护 中国还为俄罗斯提供了经济命脉 通过显著扩大中国贸易规模来抵消西方的制裁 虽然长期以来都有迹象表明 中国领导层并非完全支持普京的战争 但是在冲突之初 中国希望他能够将美国的注意力从亚洲带走 而中国一直寻求扩大在亚洲的影响力 然而这并没有成为现实 相反自乌克兰战争开始以来 美国及其亚洲盟友在中国周边建立了更为强大的军事存在 如今在限制中国获取关键技术方面也更加的团结 文章表示普京一意孤行 但是中国现在已经意识到 乌克兰的持久战可能会进一步的威胁俄罗斯这个伙伴国 并且损害中国自身的外交政策议程 中国有理由在此前对战争原则的模糊表述上更进一步 利用自己对俄罗斯独特的影响力 敦促实现停战 造成这种局面的一个关键原因是欧洲 中国在那里的形象因支持俄罗斯而受损 欧洲商界对中国的看法恶化 外国直接投资放缓 大西洋两岸在对华立场上的协调有所加强 文章继续表示 习近平要坚决削弱美国遏制中国的努力 一个敌对的欧洲让他面临重重的困难 俄罗斯的孤立给中国带来了压力 让其必须改善对欧洲的关系 以防止欧洲与美国联合起来对抗中国 中国实现该目标的最佳途径之一 就是在这场欧洲加盟口的冲突当中 找到更为明确的重新定位 扮演和平缔造者的角色 俄罗斯的问题也让习近平在台湾问题上的谋划变得复杂 乌克兰战争表明了两件事 只靠军事力量不能够保证打胜仗 而打不了胜仗就有可能招致领导层权力受到挑战 面对此等的情形 通过愈发好战的举动引发台海战争 对习近平来说下场可能是灾难性的 台湾将于明年一月份的时候举行总统大选 选出蔡英文的继任者 蔡英文因为与美国越来越近令北京火矛三丈 中国据信曾经动用了一系列的手段 对台湾施加经济压力或者散播错误的信息 来支持优先考虑改善与北京关系的候选人 但是中方咄咄逼人的说辞和在台湾周边进行军事演习的威胁 都可能适得其反 不但让反对迎合中国的候选人声势更强 更会激起美国与国际社会对台湾更加强烈且明确的支持 对习近平来说 最佳平衡点就是在不引发局势持续升级的同时 展示出强硬和坚定的立场 中国国家主席仍然需要他的亲密朋友 若论到淡化人权以及民主治理在国际体系当中的作用 俄罗斯仍然是唯一一个有能力和动机在此问题上与中国合作的国家 稳定的关系也将确保两国漫长的陆地边界的稳定 并且让中国以优惠价格获取俄罗斯的能源 进口食品和军事设备 文章表示预计两个国家将会维持一切如常的表象 文章最后表示 但是继续大理支持普京对习近平已经无甚益处 普京的麻烦对中国的雄徒伟业没有帮助 关于普京对俄罗斯正在衰减的控制力会带来怎样的影响 仍然有许多悬而未决之处 其中之一就是习近平该如何应对他的伙伴示威所产生的后果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